国民党的总统征召 真是扑朔迷离 你看 昨天传出来说 不征召民调最高的 朱立伦没有否认 今天柯智恩 他有说 民调不是唯一的参考 那难道征召民调最低的吗 所以你看 昨天记者 因为朱立伦昨天跟AIT的主席 罗森博格见面 他说你会不会引荐 他跟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见面呢 国民党主席说 会啊一定的啊 我们看侯市长 其实这两句话我觉得 不太顺 不太顺 然后明明是问 会不会引荐未来总统候选人 跟罗森博格见面 朱主席突然点名侯友宜 好再来看 国民党最终谁会出征2024呢 YouTube的频道 老天鹅娱乐 发起网络民调 你认为谁会代表国民党 参加2024总统大选 到今天早上六点钟 五万九千人投票 结果呢 侯友宜44 郭台铭33 韩国瑜16 朱立伦7 网友说 这个党有个优良传统 总统候选人 一定都派刚选上市长的出来选 错了 如果不征召民调最高的 我觉得后面两个机会比较大 因为民调比较低 再来 朱学恒 他讲说 国民党如果不整合 柯文哲稳输 他说柯粉不会为政党轮替而 而弃保 朱学恒还酸这个沈富雄 他说 沈富雄说 2024总统大选 最终一定会有弃保效应 沈大佬几十岁了 你上次真正出来选举的时候 我还在跟妈妈要十块钱 你拿那个年代东西 现在大家一定会弃保 如果以去年台北市党选举 最后结果是没有弃保的 所以好 余强君你怎么看 不征召民调最高的 那是要征召最低的吗 其实我觉得朱立伦话没有说死 他可能是说到一半 说回来了 就是大家问说 你要不要引荐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跟这个卢森伯格见个面 他说当然会 但是这要看侯市长 我觉得他停掉了 要看侯市长 还有郭台铭 还有我朱立伦 未来谁是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后面有藏了两句还是 对国民党讲话常会大喘气 你看上一次黄建廷讲话 不就是吗 我们几乎就是侯友宜了 下午又讲了 对那个是第一阶段 还有第二阶段 所以朱立伦没有讲完话 他说我们当然会 那要看侯市长 有没有办法撑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要讲 他没有讲完 因为现在侯友宜的民调 一直在掉 一直在掉 在没有重大状况的时候就掉了 这一次你看 不管是罗友志的爆料的事情 还有他到了新加坡 面对到整个新北市的危机处理 我觉得他可能是跟我们一样 年轻的时候常看一个广告 拿着电话再讲话 就是那个阿荣 永远退 永远退不了五的阿荣 他就觉得 这样讲起来 看起来蛮优的 好像深情流露 可是我们都当过长官 电话这样讲 绝对不是为了处理事情 我们今天如果 我在外面休假 突然间部队打开说 有一个弟兄带枪跑了 我在那边讲电话说 我马上回去 我一定是一边坐车 一边讲电话 赶回去处理 然后这个时候 你的政战主任 拿手机再给你拍 报局长看一下 我要直播看一下 我告诉你 那个政战主任 一定被我干到爆 一定干到爆 什么时候 你还在拍我直播 还说 报局长 看一下镜头 看一下镜头 你有这种兴趣看镜头吗 你如果现在 你在新加坡 面临到新北市 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 治安影响的案件 你一定是赶快处理 对 赶快处理 甚至我们到张艺机场 马上飞机回去 应该是这样 对 为什么 你是市长 选民选你出来当市长 是希望过得好 过得安心 治安良好 这个所谓的 这个民生状况 而且最总测的是 侯友宇 2018年第一次选市长 他的斯罗根叫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 他不是讲吗 让人民过得好 让人民过得好 安全是第一考量 你让他安全啊 你知道那时候在42枪 我现在到42还51 我已经搞不清楚 因为他都没有卡弹 很顺畅 这改造手枪 改造的这个冲锋枪 可以这么厉害 说句实话 那个国防部军备局 把这个改造枪的人 赶快征召进去 超厉害 42枪不卡弹 不容易 不容易 然后另外我讲 第一时间 你知道旁边一个打散的 这个阿嬷在做什么 你知道吗 他在找镜头 你知道 他以为在拍戏吗 对 拍电影 镜头在哪里 后来发现没有镜头 哇 枪几下 他才开始倒闹 你知道吗 他在找镜头 然后那个开车 那个计程车事件 后来警察找他去 他自己开计程车 最后警察找他去问话 他是坐计程车去的 你知道为什么 脚软了 他这个扫射的青年 这个17岁的少年 一上车 第一件事跟他讲 带我到警局 然后他没有踩油门 他说你怎么不开 踩不动 脚麻了 你知道侯友宜 侯友宜市长 你知道你的市民 是承受到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危安 真的很恐怖 心理的危安 而你还继续在新加坡 那不叫做处理事情 那不叫危机管理 那个叫演戏 演戏也不好 你演戏现在赖 有直接视讯开铜框 你跟警察局长 直接铜框 叫摄影机拍铜框 你直接指导他 这时候你对着镜头讲 没问题 为什么 你知道镜头对方的是 警察局局长 那你现在拿着电话 再开视讯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侯友宜 我一定把这个拍的人 痛骂一顿 什么时候 我在叫他师 你在干嘛 你没事啊 他不是 从容不迫 展现他那个大将之风 所以我说 国民党的主席 看到朱立伦这样讲 他一定更坚定的 提名侯友宜的决心 为什么 泰山崩于前 而设不变 在这个新北市 已经42枪开完了 然后他可以 这么从容不破 完全不担心 跟演戏一样的处理事情 我告诉你 很少人做得到 那将军我请教你 最后不管 他或他 有办法整合柯文哲吗 我觉得 侯友宜整合柯文哲的 几率是零 绝对是零 理念完全不一样 因为像柯文哲到美国去 柯文哲对于两岸政策 已经改了 对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谈 对 可是侯友宜 还越来越像 九二共识靠 所以他跟柯文哲 是整合不了的 那可是郭台铭这个部分 看来朱立伦 好像有点三心二意 他三心二意的状况 并不是要去提名侯友宜 他是看到侯友宜 预判他 朱立伦应该算过 普卦或是易经 他算过侯友宜 应该绅士会掉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以前 提名了侯友宜 你说国民党是不是灾难 是 真灾难 如果今天以前提名了侯友宜 侯友宜因为罗友宜的事情 跑到新加坡去 然后在新加坡又发生了枪击案 他处理成这样 你认为国民党会不会 积母皮掉满地 你怎么这样子干 难道又要再换侯一次吗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现在好家在 我没有提名侯友宜 现在还有range可以做缓冲 那他的状况是说 谁说要提名民调最高的 谁说要提名这个你们认为最好的 别忘了 当两个人都受伤的时候 朱立伦还屹立不摇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慢慢自己觉得 我拖得越久 看来我不会犯错 侯会犯错 所以他的声势慢慢会上来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讲这番话的原因 是告诉你 国民党到最后没有人选的时候 我不要换不要换柱 也不要换侯 因为根本还没提 所以这个臣服非常深 因为柯文哲一直在变 柯文哲一直在变 而现在朱玄恒也讲出了 关键的因素 国民党就算整合了泛兰 在2024大选 你没有柯文哲的支持 你赢不了大选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这个朱玄恒这次难得我赞同他 难得我赞同他 他讲出了真话 那至于说沈大了 他选举的时候我还在干嘛 我还在带兵 你还在带兵嘛